2024年7月15号又到了咱们依法爱国的时间 今天的标题是川普并无大碍 国人还在互害 美国人考虑投票 剪中圈互骂傻逼 你看老王的节目做了好几年了 这是第二次在录节目之前就把标题拟好了 有点像命题作文啊 为啥这么写呢 首先昨天中国官方媒体通报的最大的新闻就是 菲律宾警方把在菲律宾绑架勒索 并杀害两名华人的凶手犯罪团伙 移交给中国警方 新闻最后的一句都是习惯性用语 必将得到法律的严惩 无论你身在哪个国家 你都要遵守中国人民的法律 中国政府又给华人主持公道了 这事老王频道的朋友都知道 乃至于现在医疗器械圈子 以前还是又红又砖的 经过这事之后 基本上都在打听 怎样拿一个外籍身份呢 怎样给自己的儿女家人搞一个外籍呢 为啥呀 因为在菲律宾每个月都会有几起 不仅仅是绑架勒索啊诈骗啊 什么都有 就是针对华人啊 或者更严谨一点说 就是在菲律宾 专门从事针对中国人犯罪的犯罪团伙 老乡见老乡 必须给你一枪是吧 那么这种团伙的犯罪 几乎每个月在菲律宾 马尼拉一个城市都要发生几起 当然有的是比较守规则 给钱就放人 老子就是图钱 更多的呢 因为是中国人啊 拿的是中国护照啊 看到了脸啊 我还得回国呢 所以呢 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被撕票的下场 那么为什么这事搞这么严重啊 菲律宾警方突然就重视起来呀 不就是因为这一次 也就是按照菲律宾警方的通报所称的 在2024年实施了十余起针对祖国同胞老乡犯罪的 这么多案件之中 你看别的呢 别的案件都不知道 杀的是谁 杀的是谁 死了几个人 菲律宾警方不管 中国媒体不报 中国大使馆 哎呀 当你走到了海外 还有事还想去找中国大使馆帮忙去请求自己那个啊 站在自己背后那个强大的祖国来帮忙那老王就非常负责的告诉你 如果你遭遇的是一件小事 那么当你联系完了大使馆之后 那以后你的麻烦呢 不断没完 每天都有片子给你打电话 你好我是中国大使馆的 哎不是东北味啊 是胡建味啊 我是中国大使馆的 所以呢 从七月初 这两位在中国从事医疗器械的高管在菲律宾遇害之后 老王第一时间录视频就说了 其中有一个那是美国籍啊 你杀了一个美国人 这事不可能就这么过去了 啊 果然吧 啊 菲律宾警方有如神助 因为美国的FBI宣称 无底线配合 你抓人就行了 需要什么手段 我这都有 那么中国大使馆干了啥呢 功劳都是我们的 我们严重关注了 你严重关注不也是因为这里有一个美国人吗 前面这个其他的犯罪团伙都不说 就这一个犯罪团伙 在2024年半年时间已经实施了 菲律宾警方说 已经证实考证过的 就有五期以上 据他们自己供述十余期 全部都是绑架 勒索之后 死票 那么前面那些起呢 谁看见了 关注了吗 关心了吗 在菲律宾 还有 还有好多个 专门针对自己 同胞 老乡 实施犯罪的犯罪团伙啊 关注了吗 没有 那么 昨天在 庆祝啊 又一场外交胜利 保护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大国国际地位又有提升的时候 这个 这种通报就跟坟头跳舞没什么区别 昨天还有一期也是发生在菲律宾的 也是针对华人的 当然犯罪团伙也依旧全是华人 还记着上次中国媒体大肆报道 菲律宾这个犯罪团伙杀了两名中国人 其中有一人是美国籍 但是这话说着太难听了 于是乎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主线是什么 强调一下其中有一个落网的女性 是台湾人 你看到这个时候就要跟台湾划清界限了 台湾人就不是中国人了 台湾也不是中国地了 那就不能说这个团伙都是中国人吗 有一个跑调的 用的是假名字假护照 但是我们就是知道他是台湾人 整个犯罪团伙其他所有人 五个人全是中国人 那么昨天在中国外交庆祝胜利的时候 澳大利亚驻菲律宾大使馆又发了外交召会 因为又有三名中国人 据说是一家三口 在菲律宾的一个酒店里被发现了 发现的时候都死了 那么据菲律宾警方透露 这个犯罪团伙 全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 在实施完犯罪之后 现在全部离境了 据菲律宾警方的通报显示 离境的目的地 第一目的地 是中国香港 是吧 中国会不会又说 哎呀那都是香港人 香港人不是中国人 或者呢 人家就是通过香港转个机呗 人家还是要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啊 为啥呀 在外面挣钱了 哎 荣归故里 报效国家 你管这个钱怎么来的呢 那么 这一次为什么又爆出来 就是因为这三名中国人之中 有一个人拿了澳大利亚的国籍 所以嘞 呦 严重关切 哎 严重关切 还有呢 还有就是泰国 昨天在泰国警方的通报中 泰国所有的新闻媒体都争相报道了这一大新闻 恶性案件 在泰国某地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发现了尸体之后 哎 中国警方 中国外交 中国的大使馆 有通报称 最近最近在泰国有人报警吗 啊 这位女性的家人有什么喊冤的渠道吗 中国的媒体有什么关注吗 没有吧 都不知道吧 老王身在泰国都不知道有这么大一事 嗯 案情呢 也被泰国警方调查的一清二楚 38岁 女性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个长居泰国的中国人之后奔县 来了泰国之后就被带到了某个酒店实施了绑架并向家人勒索500万元人民币 据泰国警方报道 这位 这位男性 嗯 中国人 老乡 同胞 在拿到了100万之后 选择了撕票 通过泰国移民局 泰国警方的调查 这位男性 在拿到了钱 杀了人之后 立即 离开了泰国 第一目的地 中国香港 应该也是转机去了 嘿 哎呀 你说说啊 老王 说中国人还在户害 是不是就 一点毛病没有 这并不是一个栽赃 只是一个很现实的形容 特别是昨天啊 当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川普遭遇枪击遭暗杀的事件 之后你看看简体中文圈 我只说中国大陆地区中国人圈子 哎 高潮迭起啊 一直吵到现在啊啊 48小时过去了 川普都都要出院了 中国人还在吵 其实呢 从今年的大选开始 川普宣布继续参选那一天 那一刻 中国人简体中文圈子里 就没间断过这种争吵 这种互相攻击 互相扣帽子 互相骂傻逼 互相 互相的 你都不能说争论啊 他就是争吵 骂他机 就没停过 一刻都没停 所以在川普遭遇暗杀 遭遇枪击 事件发生之后 简中媒体圈 我昨天的标题是驱从四溢 各种大尾巴驱 平时装的挺像个人的 关键时候 就露出了中国人那个本相 这种人就是像王志安等人一样的 走到哪里都是中国人的那种人 我说的简体中文 去形容的就是这种人 当然你也可以说 你不也是在骂人吗 你不也是在攻击吗 是啊 你看看老王的推特 我把评论区都关了 一群人在截图骂截 我的油管 这玩意评论区关不了 你看看里面的那些留言 哪一个是在论理 哪一个是在讲事 哪一个是在阐述观点 甚至这帮人张嘴就最爱说的一句 你推特评论区都不敢开 你不是追求民主吗 自由吗 言论自由啊 我要表达 言论自由的前提 就是那句名言 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这个前提就是 你阐述的那叫观点 你他妈跑我这骂大街 攻击慢骂扣帽子 大外宣汉奸等等 你这叫观点 你这叫言论 你他妈都别说自由不自由 你这个连言论都算不上 还让我捍卫你的权利 你他妈连个人都算不上 先做个人吧 这句话送给好多的老乡和同胞 是吧 那么我昨天没干别的 除了吵架 骂街 互骂傻逼 断交拉黑之外 你还能干嘛 这就是中国呀 这就是中国人圈子 这里面不罚一些知名人士 平时呢 自由民主美国 美国体制 是啊 大家都在平时都能够说的特别的光明正大 美国的制度 美国的体制 好在哪儿啊 都知道张嘴就来 他有强大的纠错能力 这并不仅仅只是美国的体制 而是全世界所有的民主体制 宪政机制 他都是好在有强大的纠错能力 你可以选一个傻逼上台 选一个疯子上台 因为这个体制 这个制度 可以保证你只需要忍耐这个傻逼几年 就就下台了 他就滚蛋了 同时呢 这个制度 这个体制 也可以保证 你选上来的疯子 不会成为希特勒那样的狂人 那样的独裁者 是吧 这才是所谓的强大的体制 和强大的纠错能力啊 昨天还有 还有简体中文区留言 比烂 那个伊朗的高级官员死亡 看把你乐的美的 你不也庆祝别人的死亡吗 对呀 伊朗的体制 是什么呀 那是超越极权 甚至超越独裁的神权体制 政教合一的制度 那种体制 更适合黑暗的中世纪 所以这种 这种独裁国家的政客 乃至这种独裁国家 老王每天都期盼着 应该发生对高级官员的枪击案啊 暗杀呀 自杀呀 都别说高级官员 中国 中国村长 乡镇干部 被杀了全家 老王都这个呀 英雄 牛逼 就得这么干 我 我从来没改变过自己的观点 当如我得拜拜神 你让我信什么神 信哪个宗教 无论是皈依还是受洗 老王马上就去 我相信了 上天有眼 是不是这样啊 不然呢 不然我就 哎呀 我就再等等看吧 是吧 那么 美国历史上 一共截止目前有九位总统遭遇到过暗杀 其中四位是被被刺杀成功 这四个人是林肯 拉斐尔德 麦金莱和肯尼迪 另外受伤生还或被刺杀未遂的 有安德鲁杰克逊 富兰克林 罗斯福 哈里 杜鲁门 还有福特 里根 那么 川普本次遇袭未遂 只打到了耳朵 昨天老王还说 上天眷恶 因为我想 原本脱口而出的就是 哎呀 上帝显灵 或者 丧仓有眼之类的话 不然你怎么形容这种事 就是在枪手扣动扳机的零点几秒之内 嗯 一转头 不然的话 描的是后脑勺这个位置 耳根的位置 稍微一转头就变成了耳朵 就这个东西你可以说就差之毫厘 差之毫秒 因为他转头之后 去摸耳朵 枪声才喘过来 一百多米啊 我也上过小学 也知道声音速度是稍微慢一点的 就像我们小学教科书上写的是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会先看见闪电 然后才听到打雷的声音呢 是因为光传播速度比声音快 那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咧 哎 从昨天开始 川普就虽然他是前总统啊 但是他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十位 遭遇过暗杀 遭遇过枪杀的总统 无论你支持与否 无论他是否能够成功连任 也不知道他上台之后 对这个世界的格局 对民主的进程 人类的发展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 他就是要写进美国的历史 乃至人类历史的 嗯 你可以 你可以开始表演了 今天的标题写在这 因为有很多的简体中文区 是看标题骂街 知道什么意思吗 老王的一段视频 十几分钟 甚至二十来分钟 发出去三分钟五分钟之内 甚至视频时间不到一半 就有那么一群人开始骂街了 开始抠帽子了 你个穿粉 人如何如何的 你说老王不把他们称之为蛆 我怎么称呼他们呢 同胞 老乡 他们这种人 就是庆祝祝川普遇赐 惋惜杀手年轻的生命 甚至感叹 甚至感叹 哎呀 枪法太差了 这种中国人 跟庆祝日本海啸 日本地震 日本乃至其他国家灾难的中国人 他们才是真正的同胞 这才是所谓同胞的含义 不然的话呢 老王怎么会不厌其烦的提醒各位 无论你身在何处 无论你身在哪国 只要你离开了中国大陆 那么就一定要小心 开口喊你老乡同胞的中国人 不然的话 说不定哪一天 你就会成为老王视频里的主人公 要么就是被坑了被骗了 要么呢 就是 就是 哎呀 发现了你的尸体 所以整期节目就这么多 大家觉得是不是 还算是比较符合 今天这期视频的标题呢 川普已无大碍 国人还在互害 美国人考虑投票 捡中圈 互骂 傻逼 当奴隶 当习惯了 共产党乱罪 文明观影 严禁喧煌 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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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